我彼此的安心 此的安心 弟兄姐妹平安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感谢神我从2015年开始在基督工人神学院 学习圣经研究硕士的课程 到去年底刚刚完成 非常感谢弟兄姐妹们的支持和带导 也要感谢谢牧师 他对我和我的家人一直都非常的关心 常常给我们很多属灵上的鼓励 所以你看我这刚刚一毕业 他就马上给我安排一个讲道的机会 好让我趁热打铁 可以检验一下过去的学习成果 也让我不要松懈 今天是我第一次在三家来讲道 我希望大家也能够帮助我 多多的给我提出宝贵的意见 时间过得很快 2021年一转眼已经过去一个月了 但是我还是想来说一说刚刚过去的2020年 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2020年都是非常特殊的一年 是非常令人难忘的 首先是新冠的疫情 让许多的人都失去了健康 或者是工作 甚至是失去了亲人或者是朋友 同时也非常大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的方式 到现在我们居家隔离 快要满一年了 那么到底疫情什么时候可以结束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重新的开放 如何的开放 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问题 还有去年年底美国的大选 让我们看到的无论是两党之间 还是民众之间 都是非常的对立和撕裂 看到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 看到人们对媒体的信任程度 越来越低 美国一向引以为傲的民主的制度 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 疫情和大选当中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 其实都是属灵的问题 美国是在基督教信仰的价值观基础上建立的国家 只要这个基础仍然存在 那么我想无论人们的这个意见分歧有多大呢 总还是有合作的空间 所以这个制度呢就还可以正常的运转 但是自从美国远离了基督教信仰的价值观 而推崇人文主义的价值观之后呢 这个基础呢就慢慢的不再存在了 那么这个制度也就没有办法再有有效的运作了 今天的美国仍然在与这个基督教信仰的价值观 是渐行渐远 所以呢 未来的问题可能还会更多 虽然说了2020年这么多不好的事情 但是呢 我觉得也有一件好事 是什么呢 那就是他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提醒我们一件事 主的日子更近了 阿们 这些大选和疫情当中出现的问题呢 迫使我们要做出一些的反思 一些的调整 一些的改变 这其实是一件好事对吗 而我们要做出任何有意义的改变或者是调整呢 首先我们必须要觉醒 所以呢 我今天正到的题目就是属灵的觉醒 经文是出自铁撒龙经家前书五章一到十一节 让我首先来念一下这一段的经文 弟兄们 论到时候 日期 不用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 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 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 灾祸忽然临到他们 如同产难临到怀他的妇人一样 他们绝不能逃脱 弟兄们 你们却不在黑暗里 将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 你们都是光明之子 都是白昼之子 我们不是属黑夜的 也不是属油暗的 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 总要警醒警守 因为 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 睡了的人是在夜间醉 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 就应当警守 把信和爱当作互心境遮凶 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 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 乃是预定我们 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 他替我们死 叫我们无论 醒着睡着 都与他同活 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 互相建立 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 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天父上帝 感谢你 赐下你的话语 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 照亮我们前面的方向 感谢主耶稣基督 为我们道成肉身 从死里复活 如今坐在父的右边 为我们代求 感谢圣灵 也求圣灵与我们同在 让今天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 都同蒙照旧 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么这一段的经文 是在铁撒罗尼加前书的 第五章 也就是最后一章 在前面的第四章 保罗教导铁撒罗尼加的信徒 对主再来和末世 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接下来保罗就用 今天的这一段经文 来教导信徒 如何在这个末世 过一个和主心意的生活 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 仍然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 我们今天来从三个方面 思考这一段的经文 第一个方面 是属灵觉醒的重要 关于属灵觉醒的重要性 保罗首先提到 主的日子将会突然来到 主耶稣曾经这样说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 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那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 在启示录二十二章 主耶稣也说 看那我必快来 都强调了 主一定会再来 但是为什么主到现在 还没有来呢 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说 不是因为单言 乃是宽容 因为主愿意 人人都悔改 不愿意 有一人沉沦 但是当我们等得久了以后 特别是在舒服的日子 过久了以后 我们就容易忘记 主要再来这件事 对吗 我们会想反正还早 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 慢慢的 我们的行事为人 可能就跟那些 不姓主的人 变得没有什么分别了 有一本非常出名的书 叫做成功人士的七个习惯 作者是Steven Covey 其中他提到一个习惯就是 以终为始 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 意思就是说 我们做任何的事情 都要从一开始就记得 最终的目的地在哪里 这样做事情 才有成功的可能 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要来教导成功的神学 但是我们都要过一个得胜的人生 不是吗 如果我们忘记了我们人生的终点 那么在当下我们可能就会迷失我们的方向 其次呢 主又提到 保罗又提到 主的日子呢 会有突然性 主耶稣曾经说 那日子那时辰 没有人知道 彼得后书里面也说呢 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样来到 这个比喻并没有贬义 他的意思就是说 主来的时候是出其不意的 为什么主不让我们知道 他什么时候再来呢 圣经没有讲 但是我猜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 假如我们提前知道 主什么时候再来呢 我们就很可能会松懈 但是呢 我觉得可能 更有可能的 是第二个原因 就是呢 主其实不希望我们太关注 他来的时候 而是要关注 他来要做什么 就不是when 而是what 而且他要做的事情 如果是 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那我们就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所以接下来呢 保罗就强调了 主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主的日子将有灾难领导 人正说 平安稳妥的时候 灾祸忽然临到他们 如同产难 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 他们绝不能逃脱 主耶稣也曾经 对他的门徒说 挪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那么挪亚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呢 那是洪水滔天的日子 对吗 除了挪亚一家人 所有其他人都被洪水吞没 虽然神应许将来 不再有这样的大洪水 但是还会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灾祸 就像启示录当中所预言的那样 所以我们要知道 主再来的时候 在他来之前 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糟 不是吗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的人 他们并不相信这一点 反而他们认为这个世界 应该会越来越美好 这种思想叫做乐观主义 或者是进步主义 我举个例子 上个世纪初 青霉素刚刚发明的时候 被称为超级神药 人们乐观的认为 我们很快可以战胜所有的疾病 可是直到今天 我们知道无论是癌症 还是艾滋病 都没有办法得到彻底的医治 很多很多的疾病 都没有办法彻底的医治 就连这个小小的新冠的病毒 我们也是束手无策 不是吗 再举一个例子 19世纪 英国的历史学家 叫Henry Buckle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英格兰文明史 他在书中说 战争将随着社会的进步 而逐渐消亡 理想很丰满 但是现实很骨感 现实很快就来打脸 当人类进入到20世纪的时候 连续爆发两次全球的世界大战 而后又是数十年的冷战 期间局部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 直到今天 还有很多人生活在战争和恐怖主义的威胁当中 那么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 他们愿意相信这个乐观主义呢 因为他们相信 人靠着自己的能力 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 这归根结底呢 就是一种人本主义的价值观 但是圣经的价值观完全不同 圣经告诉我们 世人都犯了罪 所以人是靠不住的 那么人所说的平安稳妥 就更靠不住了 对吗 圣经说 在主的日子来的之前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基督徒也一样会面临很多的征战 主耶稣说 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 也要杀害你们 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 更重要的是 主再来的时候呢 人都要面对审判 无论是活人 还是死人 所以呢 主的日子 关键在 主要做什么 而不是人要做什么 圣经所教导的价值观 是以神为本的价值观 主的日子 是要实现神的公义和信实 而不是实现 人的理想和目标 如果我们忘记这一点呢 去随从这个人本主义的价值观 追逐我们个人的成功 那么在主的日子 我们就会面临 非常非常严重的后果 正如马太福音 主耶稣说 倘若 那恶仆心里说 我的主人必来得迟 就动手打他的伙伴 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 在想不到的日子 不知道的时辰 那仆人的主人要来 重重的处置他 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 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我们都不希望 落到那样的结局 对吗 相反我们都希望 主再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得着一句夸奖 我们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Amen 所以属灵的觉醒 对于我们最终的结局 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属灵的觉醒 到底包含哪一些的内容呢 接下来在四到十节 保罗就提到了属灵觉醒的三个层面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层面 身份的觉醒 保罗首先就宣告 我们是光明之子 白昼之子 我们是谁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因为身份 让我们在这个世界 有一个定位 一个坐标 一个归属 所以保罗说 我们不是属黑夜的 也不是属幽暗的 因为我们是属神的 彼得也说过 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他说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 那招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 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 我们就不在撒旦的 罪恶的诠释之下了 彼得还说出了 这个身份的一个特质 那就是这个身份 与我们个人的属性无关 而在乎神的拣选 我们这个世界 是非常看重身份的 对吗 而且身份都是按照 人的属性来划分的 比如说种族 性别 财富 地位 政治立场等等 但是这些标准 在神看来统统不重要 神只看一个标准 那就是我们是光明之子 还是黑暗之子 我们是属神的 还是属于世界的 或者属于傻蛋的 这个标准 是完全以神为中心的 所以我们的身份 怎么样来定位 也考验我们的价值观 看我们到底是一个 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呢 还是一个 以神为中心的价值观 这是属灵觉醒的 第一个层面 当然 身份的改变 不会让我们在 行为上 立刻就发生 完全的改变 我们还是需要 行为的觉醒 所以保罗劝勉 我们说 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 别人是谁呢 就是那些不幸的人 是那些属黑暗的人 睡着的人 跟醒着的人 有什么区别吗 最大的区别就是 睡着的人 对于外界的反应 是很迟钝的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睡觉不老实 睡着睡着 从床上就掉到地上 可是一点都不觉得疼 迷迷糊糊爬起来 爬上床 接着睡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属灵的睡觉也是一样 就是丧失了那种 属灵的敏感度 对罪不再敏感了 对属灵的事情麻木了 保罗也劝诫我们 不要醉酒 喝醉酒的人 跟睡着的人 一样反应迟钝 但更糟糕的是 可能会失去一些的节制力 做出一些糊涂的事情 我们都很熟悉的 初代的教父奥古斯丁 他早年的生活 就十分的放荡 后来神呼召他 归信基督 据说有一天 他在花园里面 彷徨的时候 听到一个小孩子的声音 跟他说 拿起来读吧 他手边正好有一本圣经 他就拿起来翻开 正好就看到 罗马书的十三章 其中说到 不要荒咽醉酒 不可好色邪荡 不可尊敬嫉妒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不要为肉体安排 去放纵私欲 结果奥古斯丁 就放声大哭 下决心痛改前非 最终成为教会历史上 最杰出的神学家之一 感谢神 我相信 我们都有类似的 悔改信主的经历 因着圣灵的感动 让我们可以 醒过来 可以对罪产生 正常的反应 然后我们 才能够悔改 信主 虽然信主以后 我们偶尔还是会被过犯所胜 但是圣灵也会提醒我们 让我们不至于对罪毫无知觉 就像谢牧师经常喜欢说的 虽然我们很难做到先知先觉 但是后知后觉也总比 不知不觉要来得强 对吗 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 在过去的三个月里面 美国的大选 对于很多人的生活 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我相信很多的基督徒跟我一样 心里都是非常沉重的 有很多的家庭 夫妻之间 父母子女之间 甚至会因此而吵架的 所以我前阵子花了不少的时间 去追踪各类的新闻报道 政治评论 我的心情也不由得 随之起起伏伏 上上下下 有一天在灵修的时候 圣灵突然提醒我 既然我明明知道神在掌权 为什么我还会如此的担忧呢 为什么我允许环境和情绪 来这样的左右我呢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和那些不幸的人 有什么差别呢 神又让我想起一段的历史 祖后410年 罗马帝国的首都 罗马被当时的蛮族 哥特人攻陷了 当时罗马是整个世界文明的中心 就好像今天的美国 在全世界的地位一样 可能还更高一些 而且基督教当时已经是 罗马的国教 当然成为国教 大概仅仅是20年左右的时间 所以很多的人呢 就攻击教会 把罗马帝国的衰亡 归咎于基督教 很多的基督徒呢 也感到迷惘 不理解 为什么神允许 已经奉基督教为国教的 罗马帝国呢 来灭在 灭亡于 蛮族的手中 那种的迷惘和失落 比起我们今天 这些受到美国大选 而影响的基督徒的心情 应该是有过执 而无不及的 也就在那种情形下呢 奥古斯丁 在神的感动下 写下他的名著 上帝之城 他指出呢 人类的历史当中 不断的会有 世俗的强权 兴起 但是无论多么强大 世俗之城 终将衰亡 只有上帝之城 永远 屹立不倒 那么既然如此 我们的心情就不应该随着 世俗之城的兴衰 而起伏 对吗 所以保罗说 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 主的旨意如何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所以属灵的觉醒呢 一定要有行为上的觉醒 这是第二个层面 但是弟兄姐妹会说 我不想睡觉 也不想要醉酒 但是呢 还是会有一不小心的时候 对吗 而且呢 如果撒旦借记来控告我们 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撒旦控告的经历 我是有的 撒旦就会来控告 说你怎么这么不属灵呢 你这个样子还算基督徒吗 这样的控告是很厉害的 会让我们失去心里的平安 失去信心和盼望 让我们跌倒了就不想再爬起来 让我们睡着了就不想再醒过来 特别在这样的疫情的当中 我们本来就面临很多的挑战 我们本来就比平时更加的软弱 所以保罗呢 接下来就告诉我们 还有需要有第三个层面的觉醒 就是呢 思想的觉醒 其实思想也就是心灵的觉醒 因为属灵的征战 就是心思意念的征战 对吗 所以保罗在第八节说 要用信心和爱心做护心境 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 意思就是说 要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 既然是一场属灵的征战 那么我们就要穿戴属灵的军装 保罗在以赴所书那边也说呢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 管辖着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好在磨难的日子 抵挡仇敌 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要在仇敌的面前站立得住 首先就要在心思意念上站立得住 要保守我们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 真言四章二十三节 那么如何来保守 不是靠我们自己 保罗说要用信心爱心和盼望 那么这些是从我们自己来的吗 不是的 这些都是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主的日子里面呢 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 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 第九节 这句话呢就说明了 所有的信心爱心和盼望的根源 对吧 所以如果撒旦来控告我们的时候 说我们这里做的不好 那里做的不对 我们只需要回答他一句 主耶稣已经替我们死而复活了 他已经替我们完成了那个终极的目标 这个事情已经成就了 所以如今我们无论醒着睡着 都与他同活 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呢 都在主耶稣的里面 不在我们做的事情上面 即使我们偶尔被过犯所剩 我们也不用害怕 正如保罗说的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 有神称他们为义了 所以我们在哪里跌倒 就靠主的力量 在哪里爬起来 在哪里软弱了 我们就靠主的力量 在哪里刚强起来 因为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所以属灵的觉醒 有这个三个层面的觉醒 身份的觉醒 行为的觉醒 还有更重要的思想的觉醒 那么归纳起来呢 这是一个价值观上的觉醒 就是要从一个属世的 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 转变成一个属天的 以神为中心的价值观 最后我们来看 今天经文的最后一节 虽然很简短 但是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就是属灵觉醒的表现 主要讲的是 基督徒的属灵价值观改变之后呢 我们在教会当中 所应该有的表现 首先保罗说呢 要彼此的劝慰 为什么呢 传道书四章十二节说 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 一个人要保守 警醒是不容易的 因为每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 所以保罗说呢 我们兼顾的人 应该担待不兼顾人的软弱 奥古斯丁年轻的时候 可以说是软弱的 但是他有一位坚强的母亲 他最后能够浪子回头 跟他母亲常年的 为他流泪 祷告 是分不开的 所以呢 我们这些鼠灵上觉醒了的基督徒呢 应该对于别人的事 对于我们的灵社 来更加的敏感 就像保罗所说的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你们当以 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其次保罗说到呢 我们应该互相建立 建立什么 保罗通常用建立 这个词呢 来指基督徒德行 和属灵生命的建造 就像罗马书十二五章第二节说 我们个人物要叫灵社喜悦 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 建立也可以用来指建造教会 比如以福所书四章十二节说 为要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这两个方面呢 是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的 因为没有人生下来 他的属灵生命和品格呢 就是好的 都是在人生的当中 被一点一点的建立起来的 神呢 借着那些 好像云彩一般 围绕着我们的见证人 就是那些 先在属灵上觉醒了的人 来建造我们 使我们能够成为基督的身体 最后呢 当我们能够常常的彼此劝慰 互相建立的时候 如同素常所行的 就会带来一个必然的结果 那就是教会一定会复兴 为什么说属灵的觉醒 必然带来教会的复兴 因为属灵觉醒的人 一定是一个 以基督为中心的人 对吗 他们一定最明白 主耶稣基督的心意 主耶稣说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做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一个在属灵上觉醒的人 一定是一个热爱传福音 为主做见证的人 他们绝对不会满足于 自我的警醒 警守 而是会主动出击 去为主征战 去掳掠仇敌 去攻破仇敌的坚固的盈累 去扩展神的国度 对吗 我们知道美国从18世纪 到20世纪 经历了三次的属灵大觉醒 也有人说是四次 每一次都带来 宣教和福音步道的热潮 大大的扩张了神国的境界 那么在当下 虽然看起来仇敌的力量 似乎非常的强大 而教会的影响力 好像越来越小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越是黑暗的时代 越可能是神要带来复兴的时代 前面我们提到 罗马帝国虽然被蛮族所灭 但是神却很奇妙的带领那些蛮族 纷纷的归向基督 让他们在属灵上觉醒过来 使得整个欧洲 在随后的五百年之内 实现了基督化 而在最黑暗的中世纪 当教会似乎腐化墮落到了极致的时候 神又兴起像马丁路德这样的 一批的改教的人士 用宗教改革的运动 让人们从属灵上觉醒过来 带来了教会历史上 规模最大的一次复兴 这样的事情 不仅仅发生在历史上 我们也可以看看当代的例子 最近几十年来 我们知道穆斯林的人口数量 不断的上升 而且扩散到许多的国家 可是与此同时 穆斯林归族的浪潮也在发生 根据去年的2020年 美西猜船大会的一份报告 21世纪穆斯林归族的人数 远远超过之前 1400年的穆斯林归族人数的总和 哈利路亚 感谢神 我们看到借着圣灵的感动 也借着我们身边的许许多多的宣教士 他们的卫主的工作 神让许多的穆斯林在属灵上 觉醒过来 去年圣诞节前 我听到了西罗亚中心 就是王弟兄 还有百合姐妹 他们的关于西亚事工的分享见证 我们弟兄姐妹可能有人认识他们 他们因着神的感动呼召 在过去的五年 17次的进出战火纷飞的叙利亚 把基督的爱 带给那边受到战争创伤的穆斯林 就连去年的疫情也没有阻挡他们的脚步 他们有许多许多感人的见证 我没有办法 没有时间一一分享 虽然我们不是每一个人 都可以像他们那样 去冲杀在福音战场的第一线 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祷告 财务 或者是各样属灵的恩赐 去支持他们 帮助他们 这不就是保罗所说的 彼此劝慰互相建立吗 那么我们在属灵上觉醒的人 不正是应该像这样 塑藏所行的样子吗 最后让我们很快的回顾一下 今天讲的三个方面 第一属灵觉醒的重要 讲到主的日子会突然来到 会有灾难和审判的来临 第二个方面是属灵觉醒的三个层面 身份 和行为 还有思想 其实也就是价值观的觉醒 第三个方面 属灵觉醒的表现 讲到我们应该彼此劝慰 互相建立 实现教会的复兴 那么我们应该 怎么样来把这些道理 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呢 我觉得呢 可以有三个方面的应用 第一让我们过一个以中为始的生活 就是每一天让我们都注目在 主再来的大结局上面 要清楚明白我们生命的终极的意义和目标 是在天上 不是在地上 第二让我们过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 就是要以基督的心为心 效法基督的谦卑 用信心 爱心 和盼望 彼此的劝慰 互相的建立 靠主 得胜 第三 以宣教为导向的生活 就是把我们的这位主耶稣基督 我们的救主 介绍给更多的人 让天国的福音可以传遍天下 让更多的人可以觉醒过来 成为光明之子 白昼之子 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也成为我们的力量 让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感谢天父所赐的话语 也感谢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 求圣灵来充满我们 使我们更加明白神的心意 也顺服他的带领 我们盼望主的日子快快的来到 但是我们也知道 主再来之前会有灾难 我们也会面临更多的挑战 但是求圣灵保守我们 让我们每个人在灵里 不要睡觉 不要醉酒 而要警醒警守 穿戴神所赐的军装 靠主过得胜的生活 更求圣灵带领我们 彼此劝慰 互相建立 要趁着白日 做那猜我来者的功 将福音传遍天下 对万民做见证 这样当主再来的时候 巴不得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都可以得着他的称赞 说我们是忠心 有见识的仆人 这样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